幼儿园的性侵案上午一审宣判 园长儿子翻供 他承认刑度比较轻的猥亵罪 他不认判刑比较重的强制性交 仍然遭到打脸 法官认定他侵害 而且偷拍6名女童 总共是224次的犯刑 一罪一罚的结果总刑期高达 1252年6个月 但是因为有期徒刑上限是30年 最后合并执行是28年 戴荧光绿口罩的眼镜男下囚车 准备听判 这名毛姓男子是幼儿园园长之子 也是教保员 前年3月到去年3月间 涉嫌性侵多名女童 其中6人先行政界起诉 一审判28年 28年听起来很重 但仔细计算 6名被害者之中 编号第一的女童 遭到101次强制猥亵 光这部分就判刑 555年6个月 编号一的女童 也被猥亵101次 判505年 毛姓男子对这6人 性侵猥亵还偷拍 224次犯刑 共判1252年6个月 合并执行 剩28年 等于打0.2折 妨害性自主的案件里面 相关的地方主管机关 都有权责去做行政调查 但台北市 不管是在柯文哲 或者是蒋万安的行政调查 都是不及格 台北市政府 不管是社会局 和教育局的考纪 或者结果也是已经出来 在教育局的部分 包括这个当时夜晚的副学长 案发幼儿园已经收摊 但案情曝光后 仍有气愤民众开车冲撞 北市府被批 延误处理 轰到前后任市长认错检讨 监警恶度搜索毛姓男子住家 扣到六百多部不雅影片 查出被害人不止六个 还在侦查中 预计会有第二波起诉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